大家好,我是林氏璧孔医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 我上礼拜看到了一篇新闻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看到中央社出了一篇报道 关于会考作文 他的标题叫做 会考作文谈媒体乱象 获得满级分 现在一个国三的同学 叫做黄木谦 他说黄木谦同学 据点这件事钓鱼标 听到这里 大家是听不听得懂 他在讲什么 什么叫做这件事钓鱼标 大家没有发现 最近很多新闻标题都是农场化 他就写什么 标题用这件事这原因 那这个就是吸引大家点进去 这样子的新闻 太多了 然后因为今年的会考 正好就出题跟这个稍微有点关系 所以就这位同学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获得满级分 就正在写这个钓鱼的新闻媒体 的事情 我觉得就我还蛮有感触的 所以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新闻报道 这个中央设定6月7号 那有一篇脸书贴出了一篇国中生的满级分作文 然后他的标题是这样 其实他标题本身你乍看也以为这是一个钓鱼标题 他有一点邪恶 有点反讽 因为他就是在讨论这件事 他说超神满级分作文 国中生写这件事 夸胡这件事 全网惊呆 中肯到不行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农场标题 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不会怪他 因为他在讨论的就是这个现象 然后中央设计的粉丝团就说 看到这样的标题 是否会引起你的好奇心 点进去看这篇作文到底写得有多神 今年的会考作文探究标题吸睛的原因 那这篇被选为六级分的样卷 就是样本给大家看了 那考生点出了媒体为了增加点阅率 下标的时候会有夸大隐瞒惊人切入的特性 衍生出了钓鱼式的标题 那乐听人缺乏媒体试读 不经思考就会咬耳上钩 点进这种钓鱼式的标题 也是在助长这个乱象 那作文全文我就念给大家听 因为其实也不长 我比较意外的是现在这个会考作文 不需要写一个标题 它没有题目 就直接开始写了 那他写许多新闻及文章 常以抢眼的标题来吸引大家的目光 他们背后所利用的手段各有不同 而且五花八门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读者选择文章阅读前通常都会先是标题来判断文章是否符合自己的味蕾 因此作者在订定标题时 能否利用读者的心理来进行设计是一门不小的课题 放眼望去各大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包罗万象 而有如心海之多 其中定标题也需费上不少的功夫 为了增加点阅率 他们必须想个别解决别具匠心的标题 意为夸大 将一件事情透过特定词语来凸显其不凡 如超级 罪 非常 等等 二是隐瞒 这个方法能够激起人们无穷的好奇心 因为新闻媒体常在标题中叙述一起事件 可是刻意把这个事情的原因或是转捩点 用这件事这句话等词来代替 让人们不经想知道这件事跟这句话到底是什么 那三是惊人 新闻媒体会依据事实来撰写标题 而这件事实常常具有不合常理的特性 人们自然就会好奇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比方说五岁神童解出世纪数学难题等等 那可是取标题的学问在现代越来越脱离现实 造成了网路钓鱼的乱象 就以我为例我曾经在一个静谧的早晨滑起手机来 想看看最近有什么新的时事来消遣 涉猎了一回忽然见到南部旱灾大爆发 竟然是因为这原因的标题 我毫不犹豫就点进去 却不知道我落进了隐瞒手段所设下的陷阱里头 至于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只是因为东春季节东北季风被封面 导致降雨稀少 这不是其他令人期待或所预期的原因 这很平常 使我那跃动的好奇心在转瞬间跌至谷底 我想这也可以反映出现代人缺乏媒体试读的事实 先不论新闻媒体如此下标题的何疑与否 南部旱灾也并非罕见 主因也广为人知 更重要的是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正值冬季 却没有三思就点了进去 我就这样成为了 这个社会的悲惨事实下的牺牲品之一 咬了耳上了钩 好了 终于最后一段了 适当利用心理手段的新闻标题 能够抓住人们的目光 可是如果使用方式失交 将会增加民众对于新闻媒体的不信任 还有其他不孝作者的泛滥 那大众也需要学习泛团的能力 不经思考就点进钓鱼文章的人 也是在助长这些问题的发生 看似不起眼的新闻标题 其实涵盖不少的课题 如果我们能够借此学习 一定能够获益良多 好啦 这个是国三生的满级分文章 那后续中央社 去专访这个国中生 毕业生 那他在专访的时候 就呼吁媒体要负起社会责任 那乐听人也不要轻忽自己的力量 假如大家都跟他一样 不点击这样的钓鱼标题来做起 大概就可以遏止这样的乱象 他说我被钓了 他刚不是在作文里说 他被钓鱼咬耳的成功了 他是在日常生活中 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说常常在同侪聊天中 我被钓了 他说有同学看到新闻标题写说 某一人因为一件事 睡前跟男朋友做这件事 点进内文才知道 那是艺人常常网络购物 睡前会跟男友确认 自己有没有乱买东西 就是点进去就觉得根本没什么 就是完全钓鱼的标题这样子 那他说他自己观察到这个现象之后 渐渐发展出一套筛选新闻的机制 只要看到标题用了这件事 这原因等等关键字 他就绿过去不看 好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自己就在脸书上写说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 如此可骄也 我自己已经写了十几年的部落格了 那我每天都在下标 我在我的文章 我要怎么写标题 我的原则是 我绝对要把最重要的重点 这篇文章的main idea 最重要的关键字 还有事实 fact 直接呈现在标题上 那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子有利于SEO 这个网络才会找到我的文章 那一方面也不会浪费读者的时间 他从标题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这篇文章应该在写什么 那大概是我有兴趣的 那我要点进去看 那近年来我当然也看到了 这件事 这原因 这样的农场化标题 我也是很受不了 可是现在仿佛已经变成各 其实主要是电子媒体 传统媒体大概比较不会这样子搞 因为电子媒体求的就是点月率 那就是把自己自甘堕落成农场化 变成这个电子媒体下标的SOP 那也有很多人说 怪记者 这个写这个文章的记者 可是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讨论过很多次 其实有两件事可以提醒大家 第一个 这一种电子媒体 未必是真的所谓你心目中想象的 训练有数的记者 他搞不好只是一个被请来的工读生 他一天的工作就是要写出五篇这种农场文 吸引点月 他未必真的是你心目中所想的那种记者 他可能就是负责超PTT 超各大粉砖 就是一天要生出五个扩大的文章 这种人其实我们不能称呼他为记者 老实说 第二个 就算是是个记者好了 他写了一篇报道 可是他的标题很可能会被总编 被编辑 故意改成这样子的标题 这是会发生的 很多前线的记者也因为这样的大环境蛮无奈的 这个是总编的意志 也未必是那一个写文章的记者 我们就姑且称他为记者的手笔 那这些总编已经都变成了下农场标的专家了 其实是他们的 他们搞出来的这种歪风 那我这里就举出一些 很多都是跟我本人有关的新闻 那我们就去找 到底他在讲的这种标题有多泛滥 我念一念 我相信你一定有感觉 不是薯条三兄弟 去日本一半手里绝对必买 过来人铺 台湾价格贵三倍 好你不用点进去了 我跟你讲 他在讲的是Royce生巧克力 Royce生巧克力在台湾买比较贵 那这哪是去日本绝对必买 不重要了 反正他只是想要吸引流量 然后网路超PDT 有人在讨论这件事 他就把它超过来 好去日本自由行一行为 让当地人超讨厌 好你不点进去 你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 可是我也没有兴趣知道那是什么 好临世必接 台人屡日花费 网友称去这处如同富韩 耳边都是韩语 我跟你讲那应该是福冈吧 就是去福冈 有很多韩国人这样 这什么东西啊 好再来 台湾人见日原谍就出手风埋 屡日达人 接一关键何须抢 好这是跟我有关的 的新闻 这里有一件事情 我想诚心 很久了 我假如有机会的话 我都会讲 因为什么叫做屡日达人 应该是日屡达人吧 不是吗 我有屡日吗 我是屡日棒球选手吗 我住在日本吗 不是吗 可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堆新闻都把我称为屡日达人 那屡日达人这四个字 其实我都有意见 首先应该是日屡 另外我从来没有自称我是达人过 都是你们这些新闻 这样子要称呼我的 自称达人的人通常死得最快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说我是达人 OK 那这是你们叫的 好 然后屡日日屡还弄错 所以我真的是很无奈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了 那再来 屡日消费要小心 达人提醒 结账时做错一件事 恐多付一笔钱 好了 这就是我其实常说的DCC消费机制 这个新闻又是跟我有关 好 再来 去日本旅游注意了 这个太常见了 去日本旅日注意 这第一句都是这样 然后日元新抄七月上路 改版后旧抄还能用吗 达人点一关键 现阶段用它就好 讲了半天根本不知道讲什么 点进去才知道 他在讲的就是旧抄可能还比较好用 新抄有很多东西 很多地方可能不能用 这标题写着这样子 就是我 我看这样的标题真的是看得很痛苦 然后呢 常常飞日本 他过海关突被问这句 愣住旅游老手解答了 什么什么解答了 回应了 我也很讨厌这种标题 搞什么东西呀 好了 累死了 念完了我自己都觉得好厌恶我自己 为什么跟林士币有关的新闻 就是近视这种标题 我看得也很讨厌 我来看顺便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了 我又看到今天三立又帮我们做了另外一个完美的示范 不是流感 不是新冠 他离 离患的离 他离一病毒 高烧数日 咳暴 一堆人惊呼 我也是 完全不想点进去 OK 随便你 好 再来 烦死 好 有一个人连说 还有各网红的 必吃 必买 必逛 必去 这个更老了 这个很早了 这在这些农场标题出现之前 就我嘛 我写部落客的时候 我们旅游部落客就很爱写这个必吃必买必逛必去 我就跟他解释说这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这是Google热门的搜寻关键字 因为一般人他上Google 他就是会搜寻东京必吃必买必逛必去 他就是会这样搜寻资料 所以你不可以怪网红写部落客会这样下标来赚SEO 因为这就是SEO期待你要写的关键字 那你就是要写到大家常常查询的关键字 你的文章才会被大家找到 那可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农场标题 没有人会这样搜寻的 那Google其实也没有那么笨 我觉得你也一般乐听人也不要这么怕 什么必吃必买必逛必去用 因为Google有帮你筛选过 在这么多必吃必买必逛的文章里面 如果这个大家点进去 多数人点进去 在那里会停留比较久的文章 他就会停在Google的第一页 他SEO会比较高 对 所以这个是很不错的 这个Google也不是笨蛋 随便你写必吃必买必逛必去 Google就被你骗进来 不会这么简单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怎么防备这个东西 那到底是不是必吃 你的必吃是不是我的必吃 当然不是 可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 有一个人说他曾经短暂当过报社编辑 也编辑过刊物 一旦见到这样的类似的白痴标题 我都会爆炸 那最近在科学最前线的粉砖 叮过小编几次 小编进来就不会再写这样的无效标题 它其实不叫无效标题 它对我们来说 那个标题本身像垃圾一样 可是问题是它可以创造流量 它在这方面是有效的 所以才会源源不绝 大家都在用这种农场标题 大家就是爱点这个标题 所以它才会变成这样 所以这跟乐听人也很有关系 那另外我觉得他们媒体 常常就是引用 或是抄我的脸书的发言 就成了一篇报道 然后他常常会自己预设我的情绪 就比方说临时币 嗨喊 急喊 甜喊 动不动就用喊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我有那么情绪化吗 然后这么大声的动不动就喊 就怎么会让 他就是想要塑造一种 就是一种冲突吗 就是打脸别人 或是急喊 然后就怪怪的 这我就觉得很多人 写在脸书写这段文字 其实就是只是平凸直序的 表达我们的 对这件事主观的 客观的感受 其实不一定有带那么浓的情绪 可是他就在那边急喊 惊喊 嗨喊 有那么嗨吗 对就觉得 看起来很受不了 那我当然也知道 我写的东西 现在非常有可能 下一秒就会被操走 就是出现在新闻媒体上 所以大概就从疫情 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 我写每个字都要很小心 因为随时可能就会变成 新闻的内容或是标题 所以当然 我就更有一些社会责任 我写的东西一定要确认 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然后也要预想到 因为有这种情形 所以不可以故意写出一些很争议 或是可能会被利用 来骗流量的标题 可是他真的要利用你的时候 那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了的 那真的也是很无奈的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